那當然我們剛剛是用伊爾曼類做分割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伊爾曼 而是要用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也就是它前面三個字 跟 它的第四第五第六個字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還有這兩個如果我今天分別一個 一個的丟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用那個所謂的文字來看待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它用文字來看待 剛剛用Lab直接切丁失敗 所以第一個一樣的原則 我前面講過如果你要用那個TEST函數的話有幾個訣竅 第一個你先直接 抓這個裡面的它的什麼呢 它的格式 那格式的公式你要先抓到就按右鍵出售格式 這個可能 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要先點設定 把這一串直接複製就可以了 OK 那把這一串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TEST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是叫做那個FORMATE TEST 其實這個就是他要的FORMATE TEST 那記得貼上去前後要外面要加雙以後 因為TEST外面要自己加 所以這個地方你先複製 複製完之後取消 那做什麼呢 先 第一步 插入那個文字類裡面的那個什麼 TEST函數 T開頭的所以你就往下找 TEST找到了 然後他會要兩個 一個是VALUE一個是FORMATE TEST 那我們剛剛複製東西就是貼到FORMATE TEST按確定 好 那VALUE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這個呢 請你幫我把原來裡面的日期 變成一串文字 而且那一串文字的規則呢 就是根據什麼 剛剛這個 所以你先雙引號兩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然後把剛剛那個一串的公式 不管什麼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OK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原來的 43815 就是說他跟190年相差幾天 本來這個數字 他就自動幫我轉成文字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 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訊息當成是一個文字看待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透過 TEST這個函數 透過他 幫我把它轉換 所以轉換的結果轉過來 就會是這個了 OK然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確定完之後 他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這樣的一個文字 OK 這個當然你表面上看到這個跟這個看到是一模一樣 不過實際上在以色列裡面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真的轉換過 所以如果我要只留下108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公式再解一下 包含等號 再利用什麼剛剛用過的那個LAPS 有沒有LAPS這個函數 做什麼呢 再把剛剛這個TEST那一串公式貼到TEST裡面 就這一串 這個 然後取前面三個字 LAPS指的是前面取 算起要幾個字 三個字你就輸入3 按確定 那108就OK了 108 那再來的話 月的話呢 一樣 月的話當然中間 最中間的話我們可以用之前用過的文字 函數叫MID 就是MID 按確定 然後也是一樣把剛剛那一串公式貼過來 然後就是這個TEST 然後要從第幾個字呢 STAR NUMBER我要從 123 第5個字 要幾個字呢 兩個字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OK 12就過來了 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呢 16的話要怎麼做呢 一樣嘛 一樣用MID函數 那MID函數的話呢 只是差別什麼 這個一樣貼 然後STAR NUMBER的話 我要從 等於是第5第6第7第8個字 所以第8個字 然後取兩個字 OK16就有了 OK按確定 OK 然後週起的話呢 那一樣嘛 所以再插入函數 一樣用MID吧 其實這個用 Rise Rise 不行 因為Rise後面有扣瓜 所以還是用MID比較方便 MID函數 然後一樣貼 然後我們就算他應該是 8 9 10 11個字 第11 然後兩個字 按確定 好 這樣就有了 不過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用TEST函數做完的結果 他會跟那個什麼呢 上面的有一點不一樣喔 有沒有發現 對齊方式 這個也好像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現在是資料是靠左的話 那記得喔 它是文字喔 如果靠右的話是數字喔 所以如果以後呢 你 假設 要用跟Vivo函數做查詢的話 記得喔 你可能 那邊是數字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它外面再包一個Value 或者你會 出現錯 不過目前當然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 形態 目前是文字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就完成了 所以我剛剛用那個TEST 把它再用LAPS切前三個字 然後MID 這個都MID OK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底下 就完成了